好,这一页呢,原本呢,是要让孩子们演一演 但是因为,啊,现在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不能演,我们就用说说 我们先说说这个故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这个图片里边显示的就是这个巴拉 啊,这个巴拉说,小姐,您多付了十令吉 哎,为什么呢,原来呀,这个巴拉是演着一个商家 他的顾客呢,多付了十令吉 所以他把那个客人多付的十令吉还给他的客人 这个顾客就说,你们的孩子很诚实 所以巴拉的爸爸和妈妈知道了之后呢 也称赞他的孩子,这个巴拉 哦,所以巴拉说,我的表现会让父母感到自豪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好的品德 刚才说了,培养好的品德 其中一项也是包括这个诚实 所以当你有这种好的品德 人家称赞你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呢,我们的父母肯定会沾光 他们也会感到很光荣 我的孩子有好品德,受人家称赞了 所以巴拉呢,把多付的钱还给这个顾客 既诚实又勇敢的行为 是让他的父母感到自豪的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片 姐姐和弟弟大吵架了,对不对 你看大家的很凶耶 哦,所以兄弟姐妹在公共场合吵闹的话 你会有什么感受 嗯,你会难过,对不对 哦,我们会伤心,我们会难过 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蛮丢人的 哦,所以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可能是尴尬 或者是你觉得丢人 然后我们会难过 那么外人呢,也会对我们指指点点 或者是说,哎,弟弟也刁蛮啊 或者是说姐姐很野蛮 而人家就会对我们家指指点点的 说三道四的,这个呢 就会导致我们是间接性的 就变成是不维护我们家庭的 名声的一种表现 所以呢,在公共场合 我们是不要吵闹 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好地说 然后如果需要商量的 我们就要商量着说 不能够大吵大闹 或者是这个声调 我们说话的语气啊 也得注意一下 所以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呢 就要表现出我们是 可以维护家庭的名声 也是保护我们家人的一些行为 我们要思前顾后的 接着我们看一看 哪一个是勇敢的行为 然后我们要说为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小男孩 他带了妈妈准备的这个便当到学校去 休息节时 他打开正要准备吃的时候 同学看见了 同学就说 哎,看起来真难吃 那么这个小男孩 到底听了之后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看 这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A,一个是B 我们先看A A的就是当他听同学这么说了之后呢 他赶紧呢 把这个便当盒给盖回去 把那个盖给盖上 然后偷偷的收起来 也不吃了 因为他觉得丢人 很不好意思 因为同时说 妈妈准备的这个便当 可能外观看起来 好像很难吃那样 那么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这小男孩 可能你认为他应该做的 就是勇敢的 就是说出妈妈用爱心做的饼干 真可口 给同学知道 那是你没有拥有过的 是他妈妈呢 用爱心做出的 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饼干 就是我们不理会同学怎么说 我就勇敢的说 而且当着他的面 我就吃起来了 这种表现呢 和A的表现 到底哪一个才是这个小男孩 应该有的勇敢的行为呢 对了 就是逼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逼的才是对的呢 嗯 对 因为逼就是符合我们说 我们要做一个小勇士 我们要勇敢 当别人对我们的家人 欺负我们家人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说 他出言伤了我们家人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不让我们的家人受伤害 我们就要勇敢的 维护我们的家人 所以B 才是正确的行为 才是一个勇敢的行为 为家人着想 以家人为荣 并且在家人被取笑或看轻时 挺身而出 都是勇敢维护家人的行为 老师希望大家都记住了 然后 所以当如果有外人在欺负我们家人的时候 我们要勇敢的保护我们的家人 我们要对抗他们 那但是在对抗人家的情形之下 我们是不能够以暴力 或者是不能够以语言上的这个暴力 语言暴力或者是行动的暴力 都不可以 都不被允许的 所以我们在保护家人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 那请大家念一遍 为家人着想 以家人为荣 并且在家人被取笑或看轻时 挺身而出 都是勇敢维护家人的行为 所以我们在家人的行为